恒指的情况就是刚才低开,但又跌转升 你觉得情况会否说,今天或今个星期来说又会更加乐观? 我也想,不过刚才第一个月回答大使时已经说 不容许你乐观,其实很简单 前低位24,849元,你当作248元,简单 你连中秋之后,但600点都没办法去修复的时候 现在升二百多,没有的,其实我希望它尽弹 谁不是想那个时候,情况在于都要面对现实的 248元以下,不用估底,站到248元,其实刚才一模一样 贯彻回刚才所说,站到248元你才说好,先说估底,还要是估底 其实严格来说,你站到26,700元才能估底 但情况是最基本,请多升三个元 升到248元才能估计,现在升两百没用的 当然也有用的,好过那些的情况是最好的 真的站稳248元才说 又或者倒转来问,你觉得今次的反弹 想不想到248元,还是有些困难呢 那不应该排除,其实三两百点,你现在就在升三百 只是再升三百而已,但问题就是企道才说 所以,继续要关注恒大事件如何发烤 如何影响中资的内访内险 对,因为看到情况都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 所以就算是国庆期间,我想投资者都要关注消息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关注 所以,最后 del视频很需要辆 如果我们能够取消息粗活动,那么能够取消息 如果我们能够取消息粗活动 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镇铛 所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很开心 我们要一起创业